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周刊 中国南方目前正在遭受洪水肆虐 连续几轮的强降雨 已经造成中国26省1000多万人受灾 上千座水库泄洪 广受各界瞩目的三峡大坝 也被认为面临溃坝的风险 但是中共当局却严令禁止灾区民众 披露灾情 并且禁止发布所谓的敏感信息 根据中共党媒新华网的报道 截至6月23号 今年的洪水已经造成了广西 贵州 广东 湖南 江西 重庆等26省市地区 超过1000万人次次受灾 受强降雨影响 中国大陆长江上游支流 其江重庆段出现了80年以来最大的洪灾 有民众表示 水位比平时能够高10米 网友上传到网络的视频显示 重庆多处沿江公路被淹 铁轨中段 商铺 加油站 居民房屋等许多地区都严重淹水 南川的河水泛滥 已经把公路给淹没了 还有多处发生土石流 贵州省遵义童子县 木瓜镇等6个乡镇 及同仁盐河县也发生灾情 山体滑坡 桥梁受损 水电道路中断 已经造成多人死亡 包括佛子岭 莫子潭 白莲牙 龙河扣等大型水库在内 安徽省有近300座水库泄洪 造成六安市西河口乡多个村庄发生严重洪灾 湖北省有680座水库泄洪导致咸宁市的赤比通山 咸安 从阳县 黄市等地出现洪灾 房屋农田被淹没 部分的地方出现山景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广西桂平市上游的津田水库也在暴雨后开始排洪 导致黎江支流 玉龙河水未上涨 接到一片汪洋 房子被淹 玉龙河边的一家酒店员工表示 桂林黎江有多个水库泄洪不会告知 让沿途商家损失惨重 除了地方政府公布的这些水库泄洪 有网友上传视频表示 三峡大坝和葛州坝也在悄悄泄洪 但中共官媒币谈泄洪二字报道中有时事声称 长江上游的三峡葛州坝 西洛杜 象家坝四座梯级水电站 今年首次全开运行 长江三峡大坝1994年开工 到了2006年5月20号大坝主体部分完工 历经15年 2009年年底全部完工 当时中共喉舌新华网 称其为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水利奇迹 不过这个所谓奇迹 现在已经称为世界最危险的大坝 虽然中共当局一再强调三峡大坝安全无语 不过网上流传着法学教授贺卫芳和学者聂胜哲的对话截图 表示三峡大坝确实情况严峻 中国著名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曾表示 比起坝体变轻 三峡大坝更为严重的是渗漏问题 坝体船闸四周的渗漏问题相当不乐观 是施工最差 位移最大的所在 三峡大坝从工程论证 涉及到最后的施工品质检查 都是相同人马进行 无疑是求援兼裁判 王维洛指出 大坝现在上下游都发生洪水 上游的居民希望大坝放水 下游的居民期盼不要放水 大坝在施工前的论证就已经知道 这样的建筑对治水完全没有用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曾预言 三峡大坝会出现12种灾难性火果 前十一项在这些年来已经决定了